各位 還記得和伯學英文的故事嗎 今天 專門買賣豪宅的經紀陳 就約了和伯去麥當勞見面 和伯一早起床做完神運之後 就應約前往 誰知走到街口轉角位 幾乎同轉彎而來的一個西人相撞 和伯突然想起 他在英文堂上英文老師教他們 在加拿大我們要很有禮貌 和伯立即衝口而出 他就說 I'm sorry sir 西人微笑地回答他 I'm sorry too 因為不知道誰錯 和伯一聽 果然有禮貌 不行 我們來自泱泱大國 禮儀之邦 我要給你更加有禮貌 於是和伯就接著說 I'm sorry 3 西人一聽 莫名其妙 於是就問和伯 What are you sorry for 和伯心想 還未遠 還未走得 你又4 於是和伯就說 I'm sorry 5 西人 就不再出聲 於是一念忘言地 繼續走他的路 和伯就覺得佔了上風 我真是給你有禮貌 於是和伯在麥當勞 就跟 敬己診 見了面 大家坐下 吃他們的早餐 喝他們的咖啡 沒多久 敬己診就起身對和伯說 不好意思和伯 我去方便方便 那和伯一時反應不過來 就有些目睹地看著經己診 經己診連續就解釋了 我們廣東人講去方便方便 即是去洗手間 洗手間 即是廁所 和伯就回答他 明白 明白 我在廣東的深圳 住了三十幾年 不可能日記廣東話都不懂得聽 不懂得講 你去啦 你去啦 你去死啦 你去死啦 於是經己診就去洗手間 去完洗手間一會兒回來坐下 經己診就充滿誠意地對和伯說 和伯和伯 我們全家都請你吃頓晚飯 在你方便的時候 我們吃頓晚飯 和伯心想 在我方便的時候 我方便的時候又關你事 你剛才說 方便 是去洗手間的意思 不是嘛 都未等和伯回答 經己診又連續說 在我和你都方便的時候 我們吃頓飯 和伯就想 還不 我跟你一起去方便的時候 吃頓飯 又不是又搞錯 經己診看見和伯這樣的神情 連續解話 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說 我們吃頓晚飯 晚飯 這真是便飯 和伯就說 那什麼時候 經己診就說 不如 擇日不如撞日 就今晚 今晚好嗎 今晚有空嗎 於是和伯就說 好了好了 今晚有空 醒呀醒呀 於是那晚 他們就在酒樓 相見 和伯一上到酒樓 經己診全家喜立歡迎 於是經己診就很客氣地說 啊 和伯 不用客氣的 酒微菜博 酒微菜博 不成敬意 不成敬意 和伯一看 華滿腿 真羞白味 包心似圖 非常豐盛 那就對 經己診說 你真客氣 真客氣 那經己診就回答他 哦 這個是晚飯 簡單一頓晚飯 啊 便飯 便飯 於是 酒過三巡 菜上五味之後 呢 呢 那我伯呢 就帶有眉醉 咖啡啡 經己診的肩頭 那就對經己診說了 哎呀 您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這何止是一頓便飯啊 簡直是 大便飯啊 大便飯啊 在場所有人呢 在場所有人呢 立即 沒有了 胃口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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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